在美国大选前的一年 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是领先过现在的总统拜登 经济学人近日有一篇报道说 特朗普代表了2024年世界面临最大的危险 欧洲长期以来一直否认或者不想想 或者不想说特朗普卷土重来的可能性 但是现在不能再无视这个风险 可能特朗普随时回来 欧盟正在秘密讨论以一个疫后复苏基金 之前欧洲有一个复苏基金 那个基金的名字叫下一代欧盟的计划 就以这个复苏基金的计划作为一个蓝本 就设立一个新的上千亿欧元的基金 但是这次资金不是流向气候保护的措施 而是应用在加强军备方面 这个是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 是爱沙尼亚总理 他最近举行的欧盟峰会上 提出了设立上千亿欧元基金的提议 以便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在特朗普重返白宫的时候 采取一些预防措施 不过欧盟表现这个倡议还未敲定 现在量化究竟是具体的金额气多少呢 是为时尚早地说的 提出这个倡议首先是为了提高欧洲 对明年安全局势可能会严重恶化的一个认识 他认为明年很危险 近年来欧洲国家是大幅增加了自己的国防预算 因为有俄乎的战争关系等等 很多国家被迫增加自己国家的国防预算 但是如果没有美国人在 没有美国照着呢 欧洲大陆是很难阻止 很像普京一些这样的侵略者 侵略者就是作者引用的说法 卡拉斯这位爱沙尼亚的总理 就希望确保欧洲的军事安全 成为下一届欧盟委员会的工作重点 卡拉斯认为国防是必须成为欧盟的 三大优先事项之一 另外一位是德国外交协会的会长 玉尔夫他就说 欧洲是急需要特朗普回归 就是二号特朗普的情况之下 一个紧急情况之下要做好准备 万一真的回巢的话 特朗普回来的时候 欧洲要做准备的 安全政策是一个最大的重点 其实我们看回法国一直是致力于加强欧洲的战略自主性的 就是摆脱美国的影响的 而这个概念呢 就被一些所谓跨大西洋 欧洲跨大西洋 去美国 以一些跨大西洋 道向为主的 譬如波罗的海的国家 长期以来一直都是拒绝的 就是他们认为应该是靠美国的 安全是跟美国 或者靠美国就好了 就不用自己欧洲是自主的 那这些波罗的海的国家 就是说三个国家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和南桃园 但是现在鑑于特朗普 或者真的会再度上台 你靠美国 人家都未必肯照理 特朗普未必的 巴黎现在法国正是重新评估这个概念 就是欧洲要自主 战略自主的概念 现在法国又重新再想起 其中一个trigger的因素 就是特朗普可能回来 德国又怎么看呢 法国就是倾向于搞战略自主 德国根本上也不反对这件事 但是对于创建一个新的 欧洲的所谓债务基金 借钱出来夹钱去做军事 这个态度是比较审慎的 德国政府就表示 但是在这些时候 改变这么大的举措 的时机应该还未成熟 因为还未是一定的 那也是先考虑一下 就比较审慎 这位卡拉斯的倡议 实际上是太新了 就是欧盟自己夹子出来搞军事 而现在还未成为 欧洲政府内部讨论的议题 但是无论如何 欧洲现在面临的风险是不容低估的 在白宫的第一个任期里面 特朗普第一个任期 就是之前 已经将北约 描述为多余的 他一直对北约是没有友善的 特朗普认为 北约是不需要存在的 如果他真的成功再任美国总统 在第二个任期里面 可能没有人能够控制得到特朗普 是变得更加温和的 可能会更加激进 对于北约的态度更加不友善 特朗普在任内 之前的一位国防部长 叫埃斯柏 特朗普任内国防部长来的美国 近日他发声 他警告说 他可能会从盟国 撤出一些美军 首先应该从德国开始撤出美军 他们不需要 美国派一些军队 埃斯柏认为 可能他试图 将美国从北约里面 拉出来 可能美国没有很大兴趣 在北约投入这么大 美国国会是可以阻止 美国退出北约的 如果美国退出北约 是要国会同意的 但是特朗普是可以用其他方式去削弱北约 我们看看 根据北大西洋公约 他们是北大西洋公约的组织 那公约是什么呢 公约就是联盟的伙伴 有义务 在遭到攻击的时候 相互支持 这是北约最核心的精神 那北约为什么有用 它的威胁力在哪里呢 就建立了在支持的承诺和可信道之上 即是你随便的国家 其他人一起帮忙 这是一个承诺 但是如果这个承诺是一起的 那么多国家在一起 那他就有力量 团结在一起 就有威胁力 但是 如果特朗普呢 是令人对美国将会支援或者持援 受到攻击一些在北约里面的伙伴的时候 产生怀疑的时候 即是可能出兵 可能不出兵帮手的时候 破坏了这个信心 那北约的威胁力就没有了 那么这个作者认为 俄罗斯如果真的持援了 即是破坏了这个绝对的信任的时候 俄罗斯可能就会试图通过 攻击波罗的那些国家 来揭露北约是一只子老虎的说 在竞选期间 特朗普是承诺奉行孤立主义的 他在春季举行的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上面 就说过 他说我们也不会将无限的资金 投入到无优子的战争里面 特朗普表示如果他重返白宫 他将会在24小时之内结束和乌战争 留给欧洲的为特朗普第二次担任总统 作准备的时间越来越少 自从乌克兰战争以来 欧洲对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的依赖 是不断增加 欧洲很多时候在安全方面 德国外交协会会长 乌尔夫就说 为特朗普可能捲土从来要作出准备 第一个任务就是要确保 乌克兰继续获得必要的军事支持 就算特朗普回来 乌克兰也要确保继续支持他 第一要这样做 首先就是欧洲国家的国防预算要有准备 要利用自己国家的国防预算 乌尔夫也认为如果新的 所谓的 正为我爱沙尼亚总理提出的 欧洲的债务计划的军事基金 如果那些钱是重点放在国防领域和研究 开发上 乌尔夫认为是有意思的 新的可能几千亿欧元的资金 可以为现有的 但现在的规模是有限的欧洲防务基金 提供资金去顶住欧洲防务基金 从而是带来更加好的安全保障 那美国一位前的外交官 他叫做罗欣表示 他说任何欧洲国家 其实都没有办法 没有能力抵御现代世界的威胁 单一的欧洲国家是受不了的 主要对那些超级的强国 比如说中国或者俄罗斯 甚至美国 当然这些大的国家 欧洲国家单一是应付不了的 因此他说加强安全政策的合作在欧洲之间 包括欧洲的国家共同 他资助国防和开支 这个整体上是符合欧洲的利益 单一是他们受不了的 快出讲第二个话题 先看看 40分 好 这个话题是很有趣的 就是哥伦比亚的总统 他将今天巴勒斯坦的人 和将来气候变化的受害者 联系起来 12月1日 在第28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上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 他发表讲话 他说巴黎协定失败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 他说为什么失败呢 就是因为社会不公平 巴黎协定是什么呢 简单说 就是联合国195个成员国 在2015年12月12日 在联合国气候峰会里通过的 一个气候协议 就是希望能够压制全球暖化趋势 的一个协议 15年 佩特罗就说 碳消费或者碳排放 造成的社会不平等 并且这个会导致 他认为会导致 人口的迁律 一个大的迁律 重要的原因之一 佩特罗提出的问题就是 碳消费方面的巨大社会不平等 以及他说到 全球北方富裕的人口 碳排放量的不断增加 正正是造成了 从南方向北方人口的外流 佩特罗和哥伦比亚总统 有这样的看法 他认为南方是比较贫穷 发展中的国家的人 会走向北方 他一直在说的时候 就请现场的观众 想象一个未来的情景 就说他请他们 预测未来五到十年之后 气候危机来到了 那时候那些受害者 就跟当前的巴勒斯坦人民的遭遇 对照 来一起看 他提出一个很特别的看法 他说当然 这些事实 已经说了两个 一个就是气候受害者 一个是巴勒斯坦人民 这个事实是互不关联的 但是这位佩特罗就问 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将它 视作为一块镜 去映照未来的样子呢 他说到巴勒斯坦人民 今天遭受的种族灭绝 和野蛮的行径 是正如或者是相等于 未来气候危机大迁律 的全球南方人民 就是说呢 因为气候危机 而将来要全球 南方一些贫穷的人民 大迁律的时候呢 将会遇到 现在今天 巴勒斯坦人民 遭受到的种族灭绝 和野蛮的行径 这个是佩特罗的看法 佩特罗就说呢 他可以打包单 他说当气候变化危机 导致几十亿计的受害者 不得不 为了得到淡水的资源 而向北迁律的时候 这些北方富裕国家 是不会同情 这些南方的穷鬼的 势必会做出激烈的反应 怎会被它走来呢 那么大多数呢 佩特罗说呢 大多数的气候的受害者 其实是来自不排放二氧化碳 或者是排放得很少的国家 就是全球暖化呢 享受者那些碳排放者 是北方有钱佬 而受害那些呢 就是本身是不排放 不制造什么二氧化碳 是个穷佬来的 但是呢 不消灭这些穷人呢 那这些穷人呢 就会进入一些富裕的国家 然后呢 就会阻拦这些北方 是继续可以享受高碳的消费 佩特罗呢 就说呢 他说他可以看到未来 所谓的民主呢 将会不断的萎缩 不知道为什么 他将和民主就牵在一起 他说 针对呢 我们这些呢 是不排放二氧化碳的人啊 因为他觉得自己是窮国家嘛 佩特罗也是一些哥伦比亚 是不排放二氧化碳的人 我们这些呢 南方的穷人 针对我们这些穷人呢 的野蛮行径呢 将会事无忌惮的了 他可以打包单 佩特罗就警告说 他说 现在呢 就我们看现在的世界 可以看到的了 他说 他们呢 对贫困的社区 释放大量的暴力 野蛮 这个呢 正正是呢 他又将连续到什么呢 加沙现在正在发生的事 他意思就是呢 我想他的说法就是 我们这个世界不是很文明的 我们那些人一路是 看到加沙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都事若无睹 但是将来我们的窮人 走去北方世界的时候 也都会面对同样的遭遇的 那么他用到呢 用说 希特拉正在 扣向欧洲和美国中产阶级的大门 他用了希特拉这个字 但是实际他的意思呢 是什么我不清楚 那么他原文是这么说 他说很多人呢 欧洲和美国的中产阶级 已经开门给了希特拉进来了 他说呢 我们现在在加沙见到的 就是对未来的一个考验 为什么那些碳消费的大国 哇 工业大国大城市的碳消费 当然很厉害 允许在加沙 有计划这样 杀害成千上万的儿童 为什么呢 他说 为什么那些大发达国家 看到现在加沙这样的环境 都肆虐无道呢 那么他呢 佩特罗的说法呢 他给了一个解释 他说 因为 希特拉已经进入他们的家园 但是我不明白希特拉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这么看的原文而已 那么佩特罗说 这些人已经准备好捍卫他们的高炭消费水平的 不会退让的 他们一样是会享受富裕的高炭生活 而且拒绝为造成这些人口 这些穷人 南方人口的外流而负责的 那么佩特罗进一步补充 早前联合国大会针对本轮巴尔冲突 召开第十次的紧急特别会议 已经是标志着全球的政治分裂 所以佩特罗就说 当时有一些正面临海平面上升被淹没的威胁国家 好像非制或者阿努亚图那样 他们投票反对 非制是投反对票的 阿努亚图是投欺权票的 他说非制反对以色列是加沙人道主义的忧战 反对 这些是穷国来的 不过是很少数 但是世界绝大多数的穷人 穷的国都团结起来 是阻止野蛮的行计 就是阻止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这些野蛮的行计 大部分的南方国家 穷的国家都团结起来 是反对的 只有少数的国家 好像非制或者阿努亚图 投反对票 棄权票那样 但是主流的 发达的 欧洲和北美的少数几个碳消费大国 那些有钱国家 是投票支持 这种种种的灭绝 因此佩特罗认为 只有穷人团结起来 进行斗争的道路 除此之外 是没有其他选择 演讲到最后 佩特罗是不无感慨的说 说哥伦比亚 他是哥伦比亚总统 正在等着南方团结起来 一起去拯救地球上的生命 正在等着 或者他说 那我们有一天可以看到一个自由的巴勒斯坦 就从废墟里面挖起 那明天 我们就会看到一个生机勃勃的人类文明 就从气候危机的废墟之中复兴 这就是这位佩特罗 哥伦比亚总统近来一个发言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石楼台都有片看 有网友说想订阅石楼台看独家内容 但是不太知道网上订阅怎么做 我们特别安排了客户服务热线 如果有关于订阅或者使用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610-3800 3610-3800 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另外石楼台独家发布的 《六语人金融hi-tea》 财经节目已经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视频之外 你还可以在石楼台 看《六语人》的文字版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步》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